尊重 我們今天在拍一首新歌 叫《亂七八糟的夢想》 然後是我晉級最輕快的一首歌 的AMV現場 我們現在在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個辦公室 然後我今天就是 就是穿的比较像上班戟 然後在辦公室裡面霸風 就是這首歌是我特別幫那個 幸福房屋事件布寫的 然後這一部劇呢 其實它是鬼片 可是它其實很溫馨 然後有一點喜劇一樣 然後那時候就跟導演聊了一些 給我看了一些他們有的劇情 其實我全部都看完了 就是全部的集數我都看完了 然後後來導演也給了我一些 他覺得從角色出發的一些想法吧 所以很特別這首歌 其實歌詞的內容是我跟導演一起完成的 我覺得這是第一次跟導演寫歌 就我不是說這個導演喔 是這個職位 對很特別的一次體驗 我下一張專輯會做那個 就是比較有節奏的電子音樂 跟這首歌不太像 但一樣有節奏 所以應該會 就很舒服 對 就覺得可以慵懶 慵懶一點 大家好我是柯文哲 大家好我是黃國昌 大家好我是黃國昌 大家好我是黃珊珊 祝福風燦傳媒一歲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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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風燦傳媒秉持正經 持續公正報導真相 發出台灣的聲音 祝福生日快樂 2023年4月風燦傳媒誕生日 一路走來我們無謂辛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感謝由你 謝謝你們